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中国发展 在国内 秋辞炫因为拍了回家的诱惑 开始被大家说知 当时秋辞炫的演技 可谓是征服了很多人 之后 嫁给了于小光 成了一个中国媳妇 两人是在麻辣女友中 因戏生情 恋爱两年后两人结婚 虽然是一个明星 但是秋辞炫很接地气 比如在真人秀节目中 秋辞炫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村媳妇 宿命朝天 光着脚 鸭子 蹲在地上 不得不让很多人都说 看秋辞炫这面相 就知道秋辞炫的善良和亲切了 而在一开始嫁过来的时候 秋辞炫的家里人 还想起她嫁得太远了 不过 之前在韩国的时候 秋辞炫的地位其实很低下 虽然嫁得是有点远 但是婆婆一直对她特别好 比如说 在秋辞炫怀孕的时候 打电话告诉婆婆的时候 婆婆说 威女儿真棒 虽 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 给中国人争取了威比 收工晒美照 凌晨三点还在工作令粉丝心疼来源 大众网 今天凌晨三点多 Angela Baby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条信息 写道 收工 晚安 冬至 平安 健康 并且配了两张自拍照片 照片中 Angela Baby卷发蓬蓬十分慵懒迷人 虽然熬夜工作略显疲惫 但是一双大眼睛仍然楚楚可人 粉丝 纷纷评论大半夜啊 不要那么美啊 啊啊啊啊酒雷的自拍 几苦啦 晚安 原标题 Angela Baby凌晨三点 收工晒自拍美照 粉丝心疼 2017年 上戏毕业生成报热搜 2017年是华语影视作品质量回归的一年 相较以往市场更依赖于鲜肉 流量和IP 今年更多质量上乘的作品 开始得到观众的认可 与此同时 在其中有着精彩表演的部分专业演员 也由此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在今年纷纷成为热搜人物 而在今年或翻红或走红的好演员中 我们发现有大部分人 都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 他们不仅用作品为自己带来了热搜 也令自己的母校名气大噪 为此 《新京报》借着根据话题热度 挑选出了今年最热搜的上戏演员 整理甜菜你 张鹤 分享 在香港阅读罗志祥表白肉青羊 有你真好 网友留言催婚 来源 安徽网 昨天深夜 小猪罗志祥发微博申请表白肉青羊 感谢女友为其所做的一切 甜蜜高调得撒了吧狗粮 网友直呼 深夜猝不及防的一口狗粮 赶紧结婚吧 微博内容 谢谢你 请粉丝看电影 谢谢你 帮我录演 谢谢你 为了帮我宣传电影 低调的米球先生在电影院给大家惊喜 谢谢你 因为心头有很多从别的城市飞过来的粉丝 你为了要让大家开心 各个的跟大家喝照 谢谢你 辛苦你了 有你真好 和随党战局白热化 芳华丑6亿单日大盘破2.2亿陈凯歌新作首日票房 以达6500万腾讯娱乐讯 文广阳 2017年即将结束 年末电影磕碎荡的竞争 也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22日 市场上一口气迎来 要猫转 机器之雪 心里最之城市之光三部芯片入市 再加上热度不减的芳华 今日市场大盘截止晚上19 48分已经突破2.2亿元 全篇有望达到2.7亿元的水平 机器之雪 赞以6557万名量第一 姚猫转6502万排名第二 心里最4923万 赞列第三 芳华今日再收3500万后 累计票房已经超过6亿元 和随道怎么能少了大哥的新作呢 在单日票房冠军的争夺上 机器之雪和妖猫转你追我赶 目前成龙 芯片只以不到百万元的差距 领先于陈凯歌的新作 在排片战比上 机器之雪以30.6%的战比 抢走排片冠军 心里最喝妖猫转 仅随分别获得27.7% 和23.8%的排应空间 三分天下之后 工作日走势极为坚挺的方华 依然保住了11.6%的排片比 而同样仅供应了一周的奇门 顿甲的排片只剩下了1.8% 同期供应的影片口碑一旦排片之名 列第三的妖猫转在上映后 以24.8%的高上作率在票房上超过了 心里最紧追机器之雪 值得一提的是 陈凯歌的新作是以2D格式供应 在平均票价上对于机器之雪的3D格式来说 要稍低一些 在本周末 妖猫转就有望 占据单日票房冠军的位置 要说上作率 芳华在排片被芯片 挤压的情况下 更显示出了强大的号召力 仅用11.6%的排片拿下3500万票房 上作率高达33% 重新回到了影片上映首周末的水平 走势非常强劲 影片后续的口碑发酵 将会继续入推影片 芳华成为风小刚手不怕实意的影片的 希望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 业恩整收藏本文 分享 在香港阅读 罗志祥表白肉青羊 有你真好 网友留言催婚 来源 安徽网 昨天深夜 小猪罗志祥发微博申请表白肉青羊 感谢女友为其所做的一切 甜蜜高调得撒了吧狗粮 网友直呼 深夜猝不及防的一颗狗粮 赶紧结婚吧 微博内容 谢谢你 请粉丝看电影 谢谢你 帮我录演 谢谢你 为了帮我宣传电影 低调的米圈 现身在电影院 给大家惊 喜 谢谢你 因为心头有很多 从别的城市 飞过来的粉丝 你为了要让大家开心 各个的跟大家喝照 谢谢你 辛苦你了 有你真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